另类商机处处都有 包括了食安问题 改变了民众的饮食习惯和态度 那么在台湾行之有年的生机饮食 在对岸也悄悄兴起 不只有台湾营养专家 当起了空中分人 到处上节目开讲座 还有台商靠着卖蔬果精力汤 专门锁定的那些三餐 在外面吃的白领族 一年可以卖出200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一个亿的亮眼营收 小米老师大陆食物开始了 四 三 二 一 品尝四方美味 就讲精致的生活 说到两岸交流 这绝对是个新鲜的开始 富国奖老师欢迎 富国奖老师欢迎 富国奖老师好 富国奖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生机饮食是指不加热 直接生食有机蔬果 在台湾行之有年 对大陆来说却还会陌生 人家是拿这小麦草干嘛 你们知不知道 就把它炸成小麦草 我以为是葱 光听口音你应该不难猜到 节目里的专家是从哪里来 如果你的牌变没有达到 每天两到三次的 我拜托你 拜托你 你该是排毒的时候 来自台湾的富国奖 年纪不到40岁 已经是上海台商医院的 营养科主任 亲切笑谈中不失专业 很能赢得对岸 婆婆妈妈的信赖 先把炒菜油倒到凉杯里面 倒25毫升出来 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好的控制 我这一餐里面所有的摄入油的量 其实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小技巧 这些小技巧就是 比较容易可以把一些 课本上我们讲很单 很呆板的文字的东西 让它尽量能够生存到 我觉得大致上都没有问题 我只要跟你确定几方 这次节目换紧抗档服装 顺便讨论下一集的内容 这一天她得一口气 录完三集 而前一晚她试菜试到了凌晨一点 台湾人的认真 小伙伴们都进来了 因为试了一天的 那个净粒汤的食谱 想给大家创造比较好的口感 和那个效果 然后我们有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喝跑了 上海北京两地跑 富国祥每回北上行程满档 除了录影就是开讲 加900红色左右 做凉的净粒汤的时候 时间是多少 要打几分 40秒 40秒 好 当时是整 我跟你们说 做熟的热的时候 要打两分钟 仔细姐说亲自示范 要用多少水 要打多久时间 底下长辈级的学员们 拼命做笔记 不喜欢出去吃 那个一个是食物不保障 就是那些不健康嘛 什么滴沟油啊 什么农药残留啊 身体各方面很少有疾病 而且呢精力非常充沛 大陆富起来 健康意识抬头 这一点富国祥很有感 尽管他的挂号费 要600块人民币 求忍民众 照样买单 三年前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我开始在做这个 营养科食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每一天的挂号量 大概是一到两位 一到两位 对 那但是到了今天 我现在的挂号量 大概每天 大概是15到20人之间 在我的门诊量上面 也是慢慢的上来 所以我可以明显感受到 在大陆里面 大家都是越来越关心吃的 这个问题 热火族群日益壮大 当然商机也跟着来 你好 欢迎光临 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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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全能喝 坚果精力汤 一到午餐时间 这里总能见到排队人潮 一杯现打输果精力汤 30元人民币起跳 相当于台币150块 真的不算便宜 我觉得就是 特别健康和营养 在北京这种城市 我觉得这个价格 应该不算太高 你看100克左右 新鲜看得见 口味精准化 是这个饮品连锁品牌 成功的关键之一 幕后推手 同样是个台湾英纳 石油它本身也是一个 抗氧化非常高的一个作物 在这边我们就放弃用水 直接用新鲜的果汁去处理 新鲜的果汁 它可能会有一些甜度出来 可以让这个口味会更好一点 六年吉身的叶嘉宾 08年带着百万台币 跨海闯天下 健康诉求的蔬果汁 略带土味不够甜 一度让大陆消费者去步 但调整策略锁定小字白领 这才站稳脚跟 目前来讲的话 以年营收 我们现在大概两千多万 人民币吧 在CBD这个区域 我们就好几个店 我们目前来讲 有60%以上的客人 都是重复的客人 都是所谓的老顾客人 所以在写字楼 可以养得起我们这种业态 叶嘉宾的饮品王国横跨金布两地 据点近30个 计划在2015展店到100家 惊人的扩张速度 背后支撑的 是大陆消费神浓的 火火升机 是大陆消费